哈咯們如果開始不見 今天呢要延續保養空空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臉部清潔以及身體清潔保養的空瓶賞啦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從臉部的產品開始分享 首先就是每年都會有很多條空瓶一起上榜的ELEE UV高效防曬水凝露 這款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因為我覺得他們家這條防曬我很喜歡日常外出的時候當做身體的防曬來擦 首先就是它的質地真的很水感 所以你擦在皮膚上面它是不太會有那種乾粉還是澀澀的感覺 擦起來就有點像在磨乳液的那種效果 我自己是覺得比較沒有負擔啦 那再來就是它防曬系數有SPF50加PA4個加的防曬系數 我覺得對於日常一般的外出活動來講其實也蠻足夠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去海邊沙灘去曝曬啊 還是說你要去草地野餐的話 建議還是要兩三個小時補一次防曬 我喜歡它的原因除了質地很清爽水感以外 再來就是它沒有任何的香味 因為有時候像女生你可能會用一些頭髮的髮油啊 還是香水 你身體有一些香香的味道 如果防曬它又有一些特殊的味道 我就會覺得好像身體的味道有點太過複雜 這款防曬它是沒有任何的香味啦 所以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再來也是肌膚凝凝空空省都會上榜的 蘭蔻超清淫UV水凝露 這款呢我覺得它就是很適合放在妝前 它的質地是沒有任何的油感的 所以它擦起來會讓你的皮膚好像多了一層保濕的感覺 那同時間我覺得它也不太會跟底妝打架 我用這條真的已經用了很多條 也持續用了很多年了 試了這麼多底妝 它真的沒有跟我任何一款底妝產生旗械的情形過 所以我覺得它質地算是很友善的 所以這款我覺得 嗯 如果你自己是很怕防曬油油悶悶的人的話呢 它的水感的質地算是還蠻輕鬆的一款 再來是克蘭斯的5P防禦UV水凝露 這款是人家推薦給我 因為我之前就是一直說我很喜歡蘭蔻的水凝露嘛 那有人跟我說這款用起來跟蘭蔻的很像 所以我就去嘗試看看 那用完之後呢 我自己的感受是那種輕盈水感沒有油的感覺 還是蘭蔻這款比較明顯一點點 但克蘭斯這款呢 它比較適合在 如果你的膚況今天比較乾 你可能需要有一點點那種乳狀質地的產品 在臉上做一個妝前打底動作的話呢 它的質地就會比較適合 它的潤感比較明顯 可是它的潤又沒有潤到說 讓你覺得很油還是很厚的感覺 那蘭蔻這款是完全走那種輕盈水感路線的 所以如果說你比較怕熱 或是你是偏油激的話 這款它提供的那種清爽度會比較高 那如果說你是偏乾肌 或是你希望 你在上底妝之前的防曬 有一點點潤澤效果的話 那克蘭斯這款提供的效果會比較明顯 再來是禮膚爆水的全護清爽防曬衣潤色款 這款應該也出現在空中上蠻多次 因為自從疫情之後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會跟我一樣 如果每天要戴口罩 那一天戴口罩的時間又那麼長 擦太多底妝反而戴口罩會悶住 長痘痘啊 不舒服等等 所以像我自己的話 如果當天沒有上妝的需求 或是沒有其他工作 只是簡單在家 或是可能會短暫外出之類 通常我都會用這種潤色效果的防曬來代替一整天的底妝 那因為我本身皮膚是混合偏乾 除了鼻子跟局部會出油之外 其實大致上都偏乾 我覺得這款對我來講質地還蠻剛好 就有點微微的潤澤保濕的效果 那上完之後呢 它的確是會有一點微微的很像你擦了乳液之後 那種潤跟黏的感覺 所以通常我會再壓一點蜜粉 讓整個妝感比較乾爽 比較不會產生那種黏髮絲的清新 那這款的防曬效果也是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對於夏天還是日常來講都算是還蠻夠用 而且它的潤色效果就是很自然 不會太偏粉或是太過多的白色調 所以當你全臉都塗完之後 我覺得它會讓你原本的膚色稍微明亮一點 可是不會有泛白感 再來進入到眼部卸妝的產品 首先呢 就是新朋友Nivea的極淨透亮眼部卸妝液 之前比較常登場的是極淨深層眼部卸妝液 那一款是藍色的質地 那我手上這款它原本是粉紅色的質地 那這款呢 就是我當時無意見在架上看到 我想說 欸 他們出新的產品 因為我自己對藍色那款很有愛 也用了很多管具 那我就想說 那來試看看新的好了 看有什麼不一樣 那用完之後 我發現我還是喜歡藍色那一款 因為首先這款粉紅色的質地 清爽度跟藍色那款是差不多 只是用起來的話 這款會比較熏眼一點點 那針對一些防水型的眼線液 還是睫毛膏產品 或是唇彩等等 我覺得這款它其實沒有輸給藍色那一款太多 基本上兩款是很接近的 就是它用起來會有點熏眼 這一關我自己有一點不太喜歡啦 所以整個比較下來 我可能以後還是會比較傾向去回購藍色那一款比較多 再來是龐氏的深層潔淨眼部SPA卸妝液 這款我也蠻喜歡 我覺得它用起來感覺跟妮威亞藍色那一款還蠻像 都是很清爽的質地 這款它的潤感會比妮威亞那一款來得明顯一點 可是它又不到油 它提供的效果還是蠻清爽 那針對一些比較難卸除的睫毛膏眼線產品 我覺得它的卸除力也還蠻好 就幾乎你只要弄在卸妝棉上面這樣敷一下 大概10秒過後 它就可以溶解7、8層左右 剩下一些殘留在睫毛根部的睫毛膏 只要稍微再這樣子戴一下戴一下 它就可以很快速溶解 所以這款我覺得它的卸除力也還蠻好 那我自己用起來是覺得它不太會宣言啦 所以這款也是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都還蠻常在回購使用的 再來是SOLOM的溫和靜透眼唇卸妝液 這品它的價格非常上評價 它沒有特價的時候 本身就是159元的定價 那我剛剛看了官網 發現它特價的時候一品不到100元了 所以以價格來講真的還蠻清明的 但是這品我自己用完沒有很喜歡 首先就是它的味道有一點點 我覺得有一點像什麼東西發酵過後的味道 那再來卸除力的部分呢 針對日常的眼妝啊唇彩 它其實都是可以卸乾淨 但我自己觀察是 如果你那天用的眼線啊 或是睫毛膏產品是強調持妝 或是特別防水的產品的話呢 它就需要再多卸個兩次 或是多敷個一次 它的卸除力才會比較確實一點點 再來是新朋友 就是愛瑟的雙層眼唇卸妝液 這款呢 我自己用完的感覺是 我覺得它的清潔力卸妝力沒有像那些開架的 比如說Maybelline啊 妮威亞的 那麼好耶 就我用這瓶在卸跟平常一樣的眼妝的時候 我覺得它就是要多敷個兩次 卸妝效果才會比較確實一點 所以我覺得它的卸除力並沒有到很高 只是需要你多花一點時間去使用的 那再來質地的部分呢 它其實質地算是還蠻清爽 而且也不太會熏眼啦 所以這款我覺得它質地算是溫和 就是卸除力比較沒有那麼強 這一點 可能跟你本身使用的眼妝產品會稍微有點關係 如果你沒有用那種防水型睫毛膏 或是很抗暈的睫毛膏 只是簡單的眼影啊 眼線或是唇彩之類 它其實都可以卸得還蠻乾淨的 然後再來進入到臉部卸妝產品 首先就是L'Oreal的三合一卸妝潔眼水 這款其實我也用很久很多次了 它的質地就真的是很水感很輕盈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 如果說你本身真的比較害怕 使用一些卸妝乳啊 卸妝油還是卸妝膏 卸妝水它提供的質地就真的跟水一樣 是很清爽的 那這款呢 像我自己是很怕在卸妝或是洗臉完之後 瞬間變得很乾很崩的感覺 可是它提供的卸妝效果就是真的很溫和很水感之外 在我卸完全臉的底妝之後 皮膚它會有一點微微的保濕水感 所以卸妝完就算你沒有馬上接著洗臉保養 你可能先去洗澡 就臉部也不會乾澀到讓你覺得很緊繃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它提供給肌膚的清潔效果 還是那微微保濕的效果都算是還蠻舒服的 再來呢是Kai Beauty的純粹卸妝水精華 這款呢它跟剛剛分享的L'Oreal卸妝水質地是不一樣的 它有一點點像眼唇卸妝液雙層的那種質地 所以這款有時候會把它當作 只想要一罐搞定全臉卸妝化 這款是真的還蠻適合的 那它用在卸眼部彩妝的部分呢 它也不太會熏眼 質地卸完之後會有一點清爽 然後微微的保濕潤感 我覺得它那個質地算是還蠻剛好的 那卸除完之後呢 它一樣會讓皮膚殘留一點微微的保濕感 不會瞬間變得很乾澀緊繃 或是有那種清潔過度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提供的質感也是還蠻舒服的 然後它一樣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剛剛分享的這個卸妝水它也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本身對味道比較敏感的話 這兩款都是屬於比較沒有味道的產品 再來呢是直層秀的柚子精脆結鹽油 這瓶呢我很喜歡 首先就是它的味道是柚子的味道 所以每次我在用這瓶卸妝的時候都覺得 聞到那個味道 鼻腔有種被療癒被淨化的感覺 再來就是質地的部分呢 我覺得他們家的卸妝油質地都算是還蠻好延展去戴開全臉底妝做卸除的 它不會說很油厚還是油潤到 讓你覺得很難去延展 就基本上我自己在卸除 像今天這樣子完整的妝的時候 我通常是從最高到最低按壓一下 這樣算一下嘛 那我通常會按壓個兩下 其實就還蠻足夠全臉去做使用 那他們家的卸妝油 我覺得卸完之後 皮膚除了很乾淨很舒服之外 再來就是它一樣會提供給皮膚一種微微的保濕潤質的感覺 所以卸除完皮膚摸起來會是嫩嫩的 它不會瞬間就讓你的皮膚變得很乾澀 所以他們家的卸妝油 不管是在質地的延展性上面 還是這款柚子的味道 我自己都還蠻喜歡的 再來就是這個Elamis的海洋膠原精油卸妝膏 那我喜歡這個粉紅色包裝的是大瑪士格玫瑰版 但就算不是玫瑰版 它一般的常規黃色版本 它的味道我覺得也是很舒服的 再來就是質地的部分 它並不是硬到像護唇膏一樣那麼固態的感覺 所以它其實還蠻容易取用的 通常我會這樣子大概挖兩隻手指頭寬度的量吧 所以這樣子就還蠻足夠全臉去卸妝的 那因為它延展性很好嘛 所以你在卸妝的時候也比較不用擔心去拉扯到你的皮膚 那像一些簡單的比如說眉毛啊眼影還是夾彩唇膏 只要不是那種染唇性很強的唇彩 一般的唇膏它也是可以卸除乾淨的 所以它的質地我覺得雖然是還蠻萬用的 但是像眼妝那種防水型眼線還是睫毛膏 我自己會覺得用它會比較花時間一點 因為它反覆在這邊稍微粗柔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還是會比較傾向於搭配眼唇卸妝液 先把眼妝卸除之後再用這個卸除全臉的彩妝 那我之前用它們家卸妝膏的原因就是它裡面是含有精油 所以當你的皮膚比較乾燥的時候 它卸除完之後你的皮膚還會帶有它本身的精油 去柔嫩舒緩潤澤你肌膚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它留給皮膚那個觸感是非常舒服 摸起來會有點嫩嫩坦坦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乾肌的話 我覺得這瓶它帶給膚觸的效果其實是還蠻舒服的 再來臉部清潔產品 首先就是愛瑟的患活節炎碳酸慕斯 這瓶呢我很喜歡 它的質地有點像我之前很喜歡用那個 Turco Fosco的雞蛋洗臉慕斯的感覺 擠出來都是那種很豐富綿密的質地 所以很適合你今天很懶得用洗面乳搓泡泡的人 你就直接用這種洗臉慕斯就可以 因為擠出來就是很豐富的泡泡了 但是呢它的消耗量也會比較快速一點 同樣大小的洗面乳跟節炎慕斯 你會發現節炎慕斯一下子就用光了 所以它真的會比較傷荷包一點點 但是它也可以幫你省下很多你在搓揉泡泡的時間 對了還有洗完之後呢 我覺得它也不會讓皮膚有過度被清潔乾澀緊繃刺激的感覺 它還是會讓膚觸有一點微微的保濕感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很害怕乾澀緊繃感的話 我覺得這瓶它是比較不會有那個問題的 再來就是Ginni的 Daily Me每天好好積胺積酸洗鹽露 我用光了兩瓶 這瓶呢它的質地就是跟一般的洗面乳差不多 但是再稍微液態水感一點點 然後呢搭配一點點清水就可以很快的去形成泡泡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懶得搓泡泡的話 我覺得這瓶它的起泡速度也算是還蠻快的 我自己用我的感覺是 它的確可以達到一個蠻確實的清潔效果 所以像如果那一天我可能比較長時間在外面活動 會覺得可能臉部的一些髒污感啊 還是出油的情形比較明顯的話 用這瓶在卸妝油之後再去做清潔的話 我覺得那個清潔感會達到一個比較確實的感受 再來呢要快速的分享這一堆就是化妝棉們 其實我對於化妝棉的忠誠度還蠻高的 這些品牌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像這個藍韻的直線化妝棉 它有時候會分不同的包裝 那藍韻的化妝棉我最常用在眼部以及唇彩的卸妝 因為它的本身化妝棉比較薄一點 所以我覺得當你使用一些眼唇卸妝液的時候 它可以很快就拓散開到整個化妝棉 你就濕敷眼妝還是要帶掉唇彩的時候 就這樣子薄薄的就可以很輕鬆的使用 所以這個我最常用在眼部以及唇彩的卸妝 那如果是臉部的保養跟卸妝的話 我會用無韻良品的化妝棉或是ipsa的化妝棉 因為這兩款化妝棉它的特性都是 比較偏純棉很柔軟很像圓朵一樣 所以當你在大面積的擦拭或是保養的時候 它的纖維比較柔軟 比較不會產生粗糙刮皮膚的情形 所以我覺得這兩款的觸感都還蠻好的 尤其是無韻良品真的是我每次回去必頓貨的品項之一 我通常就用在日常的化妝水保養 或是有時候用卸妝水 也會使用這款化妝棉來做搭配 最後是這個虛城市自由品牌的方形化妝棉 這個真的就是有一天我突然間化妝棉沒了 我要應急然後我去買來的 但這款我自己不是很喜歡 因為我記得它當時的外觀跟無韻良品的很像 就是那種白色還是有點膚色 然後都綿綿軟軟的感覺 可是當我實際搭配一些化妝水來使用的時候 明明我就沒有把它撕開來 就一樣是它光滑的表面 可是當我在擦拭的時候很明顯就是它中間的絲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會跑出來 然後就黏在我的臉上 所以這一款化妝棉我自己沒有很喜歡 這個我應該是不會再去買 就算真的在急 我可能也是先去買藍韻的頂著用吧 再來這一樣呢 我好像拍影片這麼久還真的從來沒有在影片裡面分享過我喜歡這一樣東西 那就是衛生棉 我好像真的沒有分享過衛生棉 應該沒有吧 但我會注意到這款是因為我這幾天在整理我的布巨櫃 我打開櫃子發現 欸怎麼一整排都是綠色 我才驚覺說 其實我用這一款衛生棉已經用了非常多年了 只要去比如說寶雅去紳士康氏眉還是Seven 我要買衛生棉架上有這一款 我就一定會買這一款 因為它中間這一層的材質 它是做比較綿質的感覺 那我覺得綿質對我自己來講 使用起來比較習慣 它比較輕膚比較柔軟 那我覺得這一款衛生棉啊 不管是什麼尺寸的 它的吸收效果都還蠻好 因為女生有時候你可能量會比較大一點 在前幾天的時候 尤其是晚上睡覺最怕側露的問題 那我覺得他們家比較長的尺寸 比如說35公分夜用性的 它的包覆性也都還蠻好 就算你的睡姿很差 左睡右睡 趴著睡還是正睡 我覺得它都不太會有一些不小心流出來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在包覆性上面都還做得蠻穩定的 再來進入到身體清潔產品 首先就是 Iso苦橙香凝身體潔膚露 那這款味道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苦橙香凝它就是有一點 它會有一個很清新 帶點微苦微甘的氣息 很乾淨的味道 那它也是同時比較不會去區分性別的 女生或是男生使用都可以 所以今天就算男朋友偷用你的這個潔膚露 它也不會覺得可能這個味道太過的柔美 讓它覺得有點不太自在 總之這個味道我覺得是很萬用的 那洗完之後那種剛剛好的清爽跟乾淨的感覺 也是我覺得很恰到好處 不會想要去買它同款的其他商品回來使用看看 因為我記得他們家的香調有蠻多種 而且有很多都是屬於比較中心化 很有質感的香氣 又不太容易撞香的一個味道 所以我自己還蠻有興趣 有機會應該會想要再去考規多了解看看 再來是CORUS橄欖海岩木浴乳 那這一款它的味道也是屬於比較中性的味道 它不是你想像中那種橄欖 不是橄欖油那個味道不太一樣 它其實這個味道我覺得還蠻清新的 就是有點淡淡的果香加草本香 然後同時間也有海鹽那種很療癒放鬆的味道 所以這款香蕉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那他們家的沐浴乳 我覺得洗起來的感覺也是蠻舒服的 就是乾淨之餘 又不會讓你的皮膚覺得太過乾色 或是讓你覺得有過度清潔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洗起來也算是還蠻舒服的 那起泡泡的感覺也不會說太差 因為有一些可能你會覺得說它很難起泡啊 那如果你是很習慣用很多泡泡去清潔身體的人 那可能用那種沐浴乳你就會覺得有點微不爽 但這款我覺得它起泡效果算是還不錯的 再來是TSABAKI的順效涼感齊髮露 這個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的頭皮性質算是不會太偏乾也不會太偏油 但是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流汗的人 所以我覺得夏天真的還蠻需要一些 讓頭皮可以涼涼的很乾爽的洗髮類的產品 那這款呢我覺得它就是用的過程中 你會覺得天啊這個 那個涼涼的感覺也太舒服了吧 但是它又不會涼到讓你覺得太過刺激的感覺 我覺得它這個涼涼算是還蠻剛好的 對我自己來講啦 那再來呢就是它的泡泡也算是還蠻綿密豐厚 它洗完之後可以讓頭皮感覺很乾爽很舒服之外 再來就是它不會讓你的髮根或是整個髮尾變得很毛躁很乾澀 它還是可以讓髮根有點微微的蓬鬆感 那整個髮質也是有點微微保濕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它不管是帶給頭皮的乾爽度 還是整個頭髮的效果都算是還蠻不錯的 再來一樣是CORUS的橄欖柔亮潤髮乳跟剛剛的那個沐浴乳是同一組的味道 那這個味道它一樣是比較中性的味道 所以它洗完之後不會讓你的頭髮殘留過多的香氣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人是無香派 就是最好洗完澡身上是乾乾淨淨沒有任何的味道 那他們家的產品我覺得都算是味道不會殘留太多在你身上 它本身味道都算是比較清淡的 那因為它是潤髮乳嘛 我覺得它會比較適合比如說中性髮 直到頭髮可能乾燥情形沒有那麼嚴重的人來使用 它不是屬於脊潤效果的潤髮乳 所以如果說你本身髮尾受損比較嚴重的話 用這款可能沒有那麼夠力 所以我覺得它會比較適合你本身髮尾狀況沒有太大問題的人來使用 再來這兩款它的特性比較像我就一起分享 首先是無印的受損修護髮膜以及力士的髮的補給營養 以及酸深層修護髮膜 這兩款我覺得都還好 首先就是以這種500元以內就可以入手 算是比較開架型的髮膜來講 它們的潤澤修護程度都沒有我預期中來的好 這兩款都是用完之後你在吹神頭髮的時候感覺最明顯 就是有時候還是會覺得我的頭髮怎麼還是髮尾乾乾的感覺 我剛剛不是已經有用髮膜了嗎 那再去回想就是剛剛用的這兩款髮膜其中一個 所以我覺得它的那種修護跟改善毛罩還是潤澤的效果都沒有那麼的好 也許真的就適合髮質沒有太多問題的人來使用會比較剛好 但是在我自己身上我是覺得蠻無感的啦 那以開架來講我自己比較喜歡的髮膜是這個 Sobaki的金藥順護髮膜 它用完就是很有感那種髮膜 這罐我已經把它用空了 那上次去開架我有看到它可以買那個補充包 現在還在我的浴室裡面我打算拿拍完片 再把這個罐子重新拿回去轉 有時候髮尾狀態比較不好比較乾燥的時候 在洗完頭之後搭配這個髮膜稍微布一下再充掉 在吹整頭髮的時候就可以感覺到 髮尾很明顯乾燥感比較沒有 那你在吹整完整個頭髮的狀態都是屬於比較柔亮有光澤 那這樣梳起來也是很柔順 不過它會有卡手指的情形發生 所以我覺得它的修護效果算是還蠻有感的 整個使用完保養完之後頭髮狀態都會感覺比較健康 比較有光澤一點 那它的味道也是屬於比較濃一點的 所以你用完它之後 吹完頭髮其實基本上你整個頭髮就很香了 就是延續香味的特性還蠻明顯的 而且在修護頭髮的部分它用量也不會說需要太多 像我自己髮量偏細 可是我頭髮算蠻多的 我覺得用量也不會到很兇 所以算是還蠻滑順又悠感的一款 再來是Sabon的茉莉花羽三合一修護髮膜 這款我自己用完也蠻喜歡的 它雖然叫茉莉花羽 可是它的味道並不會有太明顯強烈的花香 還是太過甜膩的味道 也算是比較清新淡雅的味道 它的質地也是屬於比較豐潤的質地 所以用量也不需要太多 頂多針對你比較受損的髮圍去做保養使用就可以了 那我覺得它一樣是修護效果你可以感覺到 尤其在吹整頭髮的時候 髮絲一些原本會有點乾乾澀澀卡卡的問題 都可以獲得改善 那整個吹整完之後頭髮狀態也會比較有光澤 比較柔順一點 就這樣甩起頭來那種髮絲飄揚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 最後進入到身體保養的部分 首先一樣是CORES的 橄欖海鹽身體潤膚乳液 那這款它的味道 剛剛分享過很多次 就是屬於比較中性很乾淨舒服的味道 我覺得這款它的保濕效果算是剛剛好 就夏天用的話還蠻剛好 但如果說你冬天皮膚很容易有一些脫皮很乾 極度乾燥的話 來使用這款它的潤澤的效果好像又沒有到那麼強烈 所以我覺得它可能會有一點挑膚質跟挑季節使用 對我自己的身體肌膚來講 我覺得夏天用算是還蠻剛好的一款質地 那它用完之後吸收速度也算是還蠻快的 所以在質地特性上面我覺得也算是還不錯的 再來是歐舒丹的原野之星花五美體乳 這款它的質地是屬於液態感比較明顯一點的 我覺得保濕潤質的效果沒有那麼強烈 所以如果在身體皮膚比較乾燥的時候使用 可能會覺得有一點點微微的不夠力 但是在夏天用我覺得是可以是還蠻剛好的 那再來呢就是它的味道是屬於比較女性化 花香味比較明顯一點 而且持續香味的效果也蠻強烈的 所以如果你是出門前有習慣擦身體乳的人 我會建議用完它之後就不太需要再疊擦香水 因為可能會讓兩個香味疊在一起反而會有點太過頭 所以用完這款我覺得基本上你整個身體就都香噴噴噴公公 不需要再噴香水 所以它還蠻適合你自己沒有使用香水習慣 但是你又希望擦一些身體乳 讓身體有一點自然的方向味道的人來使用 再來就是這個The Body Shop的 酪梨潤澤身體滋養霜 這個呢它這個系列還有出很多味道 像是葡萄又有酪梨還有一些杏仁的味道 我覺得都還蠻可愛的 那酪梨它有點酪梨結合那種甜甜的奶油香調 味道是很舒服很可愛的一個味道 但是呢它是滋養霜嘛 我覺得它的滋養润質的效果的確是可以感受到 但是它的質地清爽度吸收度沒有那麼的明顯 就是你抹完它之後 然後你已經等待它吸收一段時間了 你去睡覺 它還是會有點微微的黏棉被或是黏睡衣的那種感覺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很喜歡身體整個是摸起來很乾爽 沒有任何的保濕黏膩感的人的話 用這款就會覺得有一點黏黏的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小小的可惜 它可能會比較適合比如說日常你在家 然後穿著短褲短袖 沒有要忙睡覺 但你覺得手啊腳有點乾乾的 也許你可以抹一點在你的皮膚上面做一點保濕跟滋潤的動作 你只要不要抹完它然後穿著長袖還是蓋被子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稍微還可以接受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不喜歡那種重擔棉被的人 我覺得就不要把它放在睡前的保養使用 再來是同一個品牌然後性質也有一點像 我就一起分享好了 那就是妮維亞的美白淨白亮白身體乳系列 我根本就是妮維亞富翁啊 那我先分享這個美白潤膚乳液好了 它的質地真的很清爽液態感很高 那塗抹完之後皮膚的那個吸收跟清爽度也很好 所以很適合放在睡前保養使用 那關於身體的這種美白乳液啊 其實我自己的想法是 這樣除了一定要擦防曬 或是你要穿一些外套去做防曬 這是最重要的之外 再來擦這種美白保養 不管臉部還是身體的都是 它等於算是一個稍微去幫你的皮膚踩刹車 慢慢的去抑制身體的黑色素生成 或是卡在你的皮膚上面 我覺得它需要時間慢慢的去累積 那你問擦這個東西有沒有效 它一定有效 只是時間的長短跟每個人的體質 它顯現的時間點 可能也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這款我覺得 就是我自己從以前使用到現在 放到夏天來用 我覺得它的確是可以搭配防曬化 讓我的膚色在夏天 不要黑得那麼快的一款 比較算是平價型的身體保養 所以這款我其實是一直都有在使用 它的味道就是有一點那種淡淡的果香 聞起來也蠻可愛舒服的味道 另外這兩款都是屬於精華凝乳質地 比較接近我就一起分享 好的 如果說你用剛剛的潤膚乳液 你覺得有時候皮膚比較乾燥 用那款的保濕效果好像還是不太夠 皮膚還是會覺得乾乾癢癢的話 那就可以選擇這兩款精華凝乳 它的質地會比潤膚乳液 來的更濃郁更潤澤一點點 所以保濕度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論它的改善膚色的效果呢 我覺得是差不多 因為我覺得這種亮白啊 淨白美白產品 其實都是需要時間去持續的堆積 你才可以看到效果的 所以我覺得三款效果是差不多的 最後要分享的是白珞的身體乳液 我對他們家比較有印象其實是它的油 其實我自己對於身體擦油這件事情 接受度不是很高 雖然說我很喜歡在臉部用油的產品 可是我不太喜歡身體整個都這樣油油的 會覺得有點不太舒服 那他們家的身體乳液呢 剛開始我在使用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質地有一點神奇 它倒出來是像牛奶一樣 很液態很液態的質地 當你在皮膚上這樣大面積的抹開來 你會感覺到有點油油的 那我就繼續用 全身這樣子都依序的擦完之後 當我要換上居家服那一刻 它已經不黏了 它的吸收效果好到嚇到我耶 我就想說 嗯?它怎麼可以這樣子油油的 但是又很快就吸收 皮膚不會有油膩跟黏膩的感覺 我覺得很神奇 而且我覺得放在冬天用 皮膚特別容易乾癢的時候 它的那種润澤跟修護乾燥效果非常好 而且它是沒有香味的 所以也很適合無香派的人來使用 這個我真的很喜歡 我會再去回購 放到秋冬的時候 每天擁抱它 終於都分享完了 以上就是我的臉部清潔 以及髮部和身體清潔保養的空空想分享啦 看完今天影片 別忘了前陣子還有分享臉部保養的空空想分享 也可以從這邊點回去看更多 好!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掰掰!